那我们祷告 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 我们现在感谢祢 祢赐给我们一个机会 再一次能够平平安安的到达这里 我们一起用新娘敬拜祢 用我们的贼上瘾赞美主 主啊我们感谢祢 一切都是从祢而来 把这个短短的时间交托主 求祢保守我们 求主 祢把我们每一个人 提到祢的宝座前 使我们的心暂时离开 这个痛苦抹罪 这个虚幻的世界 让祢真正是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 安息在主祢的面前 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上明 我这儿离着的太急了是吧 坐得下吧 那去日让我在这儿 约翰福音做一个复习了 那我想 因为是复习 所以我底下讲的都是大家 所以已经查考过的 不过呢 可能也中间带着一些 我个人主观的一种看法 也说不定 所以请各位等一会儿我们有时间的话 一起交通 约翰福音 是被称为第四福音书 这个意思就是说 跟前本三本福音书 而断然不同 我愣了再坐下来好了 那么前三本福音书呢 这个所谓Synoptic Gospel 是类似地方很多 第四福音书是断然不同的 那么这个第四福音书 有一些是不足 其他三个福音都不足 但是大部分是老约翰 这个师徒约翰 到老年的时候 他将近一百岁 写这本书的时候 那么他的一个回想 不但是回想 他跟主从前 那已经是主被揭去六十几年了 像我们想六十几年前的事 事情不是记得很清楚了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 他的这个反思 reflection 因为当我们一个人呢 出生在一个 那种这个环境之中的时候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在当时 置身其中啊 不容易明白这件事的意义 只有当我们以后 时过境前 我们才慢慢的想到这件事情 究竟它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 使徒当年跟从耶稣的时候 糊里糊涂的 他莫名其妙 对耶稣的认识很浅 那么 主很奇妙的 主真是奇妙 这这十二个使徒居历史的记载 教会时的记载 差不多都是为主寻道的 是留下一个爱他的这个门徒约翰 不是 耶稣不是有偏心 你看我们就看到 有主特别的智慧在里面 就留着这么一个老约翰 他一百岁 就是为了写这几本书 约翰福音约翰123书 启示录 这几个宝贵的东西 所以是 那么这个 我个人看 这个约翰福音的主题呢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耶稣是谁 第二个是 如何得生命 我个人觉得 第一个主题 更是重要 在约翰福音约翰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异端兴起 像Nastis那些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对于耶稣的身位 有很多的疑问 因此老约翰写这本书 可能是第一个重点更重 耶稣是谁 那么 老约翰的答案呢 耶稣是神 今天我们各位信主的 还有没信主的都是一样 你若是还认为 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是一个圣人 或者是一个什么社会革命家 什么什么的 那你都错了 如果你这样说 就是以耶稣为说谎的 因为他说他自己是神 那你说他是人 不对 那么我们是看着这个约翰福音 对耶稣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认识 约翰福音打开 这本书 开宗明义 一章一节 太处有道 太处有道 我就感觉到 这个圣经 写作 圣经的写作 是需要圣灵的指引了 当然了 都是圣灵引导这个人来写出来了 不但是写作 连参议 我都看出来是由圣灵的帮助 靠圣灵 你知道这本合合一本 跟我同岁 八十岁了 那么 这个一本是1919年出版的 当时胡适的新闻学 还没有 刚刚开始 五岁都刚开始 中国的语文就从这里来的 口语是从这里来的 还不要紧 这一本书 是五位美国传道而已 基本上 是他们五位所翻译的 不能想象的 如果你看看希腊文 或者其他的本集 不能想象的 当时中国人都是用知乎遮掩 没有用口语的 很奇妙 太处有道 我就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好像这是神来之笔 天来之音 太处有道 你如果照希腊文原文讲 起初的时候有话 中国人怎么明白法呢 那方明白了 但是各种译文都是有话 日文懂得的日文英文都是有话 中文的话你看太处有道 中国人就懂了 孔子也讲道 老子也讲道 那这道究竟是什么 孔子搞不清楚 天道远 人道耳 天道远 天道不可测 老子更是说 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孔子老子讲这个道 都是结果他都不知道 一读这个宣传福音 太清楚了 这个道 宇宙的最高的这个法则 也是那个至高者 中国的道也是指这个 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解释呢 太处有道 老约翰用这个希腊字 logos这个字 指耶稣说 在圣经里只出现几次 在这里 一章一节底下 十四节 十八节这出现一点 还有约翰一书出现一次 这个 那个 奇事录出现一次 意外都不是 道 是话 对不对 这原文的意思是话 话 是神的发表 对不对 我现在讲话 你就知道我心意 我这个做人 或者一切的情形 就了解了 是神的话 神的发表 神的话有两种 一种是他说的话 the word of god 一种是他生的话 这是耶稣 耶稣是道 是神的话 是耶稣生的 是神生的话 不是说出来的话 耶稣基督不但是 到世界上来传道 他自己也是道 他自己就是道 所以 这个 太初有道 这个道是只有特别的意思 不是照希腊文当时的意思 他是指的这位 永远长存的神 指的耶稣说的 下面就是说 道与神同在 这里就是神学上 所谓三位一体的问题 在这里 道跟神同在 是表示他跟父神的关系 是那样的密切 是那样的永恒的一种交通的关系 不可分的关系 同在是这个意思 下面说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道不是不是子不是父 子不是父 三位不是一位 子不是父 但是他不是 他是一体的 道就是神 意思说 在神的本质上 性情上 荣耀上 全能上 心思上 在这个方面 耶稣跟神是一样的 identical 所以这三节 就是神学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太初 回到太初 这两个字 就是讲明在万物创有之前 耶稣就有了 所以这是表明 耶稣的现在性 penexistent 在一切创造之先 就有他 换原则是自由拥有的 那么 这个 然后我们看十四节 那也很重要 道成的肉身 是吧 道成的肉身 这个道成肉身 成为历代基督教会 临信仰的根基 不是说其他三个福音 没有讲这个 也不是说 使徒保罗没有讲这个 是说 到了约翰的手里 把他 把他这个 非常清楚的 构划出来 道成了肉身 那么 这个 这个 道成了肉身 我们刚才说 道啊就是神 对不对 一张一张一节 是不是 道就是神啊 神成了肉身 何而言之 对不对呀 神成了肉身 什么意思呢 永恒 进入历史 无限 进入有限 对不对 道成了肉身 这是一个奥秘 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 耶稣是什么 是神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God 不是人头脑 所能明白 道成肉身 这是我们 基本的信仰 最基本的信仰 所以保罗后来 在写 晚年写给他儿子的 书信的时候 大在敬虔的奥秘 他在肉身显现 神在肉身显现 这是我们 最基本的信仰 那么 道成了肉身 因此 这位耶稣 就是说 他是一个真人 肉身是真人吗 跟我们都一样啊 是不是人呢 道呢 是神呢 所以他是真人 又是真神 这是我们的信仰 真人 又是真神 真人 刚才跟你 我不同 他不是造的 他不是被造的 各位听得清楚吧 他是神生的 就是神的 怎么说 等我再讲 是人 不是被造 是神 可以摸 可以看 可以做道成了肉身 所以耶稣是真神 又是真人 近代 历代 历代教会诗里边 一切的异端呢 几乎都是跟这个问题 有关系 耶稣基督的位格 身位 那么 我们说 耶稣是真人 大家不会反对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了 没有人反对 说耶稣是真神 从哪里看出来呢 你就说 耶稣一生 他有 他在他的生命里边 表现出神性来 不只是在十字架上 表现了他的神性 在我们的福音书的记载里边 从他出来传道 甚至有种小的时候 都显出他的这个神性来 那么 我简单的说一说了 我们是复习嘛 第一个 他是做事有神的权柄 他做事 有神的权柄 嗯 任何福音刚一出来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 呃 行神祭 他就到这个 幼草棱 第一次到幼草棱的时候 怎么样啊 进了圣殿 把那个卖银钱的桌子也翻了 鸽子也赶出去了 这个事情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去了办这个下 怎么办 结果如何 马上都抓起来 是吧 一定的道理 神经人从随便到圣殿里去做 好像就是捣蛋的事情 你看底下圣经怎么说呀 那些人守殿官呐 跟一些法律塞尔人呐 杀毒干人他们的 这反应是什么 他们活大了 气死了 要被耶稣抓起来才对 这反应是什么 那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意思说你能做这种事情 你来历不小了 你想个神迹来证明你是神吧 不敢动他 反驳都不敢 他做事有权柄 他带着神的权柄 耶稣出来传道有干鬼 他讲一句话的话 别人都稀奇 那话都是很普通的话 为什么稀奇 里边带着神的能力 神的权柄 那么我们还记得 这个耶稣在科西马尼远 出来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逮捕 来逮捕他的人都来了 那我们大家都记得 他说你们找谁 他先问他们 你们找谁 那我们找拿撒尔耶稣 耶稣说我就是 下面说 一说我就是 怎么样啊 后面都都退后倒在地下去了 这是什么 一句话有这个力量 这就是神的话 都是没有一句 不是带着能力的 带着神性 那么此外他还有 一些许多的神迹奇事 约翰福音没有记多少 神迹奇事 也记了几件 第二啊 另一方面呢 他说话有神的能力 说话带着神的能力 他自己很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是谁 所以他讲话就是很有能力 那么有一次 所以法律塞尔人派差异去捉拿他 大家还记得吧 在第七章里边 结果这几个 那个法律塞尔人呢 那个差异啊 在中文没有翻清楚 是复述的啊 不如不是一个人 好几个人呢 差遣了 也不晓得几个了 去了 回来怎么回来的呢 空手回来的 对不对 人带来了 没带来 那你怎么搞的 都没把人带来呢 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话的 人碰到耶稣一听他讲话 就吓死了 里边带着能力 带着权柄 说话有权柄 我还注意到 约翰福音里边这个差啊 差来 是不是 差来 我给他数一数 至少要三十五次 差来 他自己说 我是从上面差来 副差来的 自己经常讲这个 事情 父差我来 啊 父差子 差 差很重要 他就证明他是谁 表示说他出于神 也是从神而来 第一个 差 第二个 第十章里的说 我以父 愿为一 这都证明他是神 自己说他是神 那么 那么这个 还有一次 这个 这个 犹太人跟他辩论 的时候 犹太人跟他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就见过 见过亚伯拉罕吗 他说 还没有亚伯拉罕 原文是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存在 那他这样的说话 都带着神的全力 明明的讲他是神 还要讲他是基督 很多的地方 讲他是基督 基督 就是受告者 我们要叉考诗篇的第二篇 就知道 受告者就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就是神 所以 基督是神 基督是神 神的儿子也是神 第一次承认他是基督 就是在跟撒玛利亚的妇人 讲话的时候 撒玛利亚的妇人说 我知道 亚伯拉罕要来 他来的时候 要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 他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这原文就是 就是基督 有另外在一个地方 在八章那里 他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定知道 我是基督 他明明的讲 约翰福音 讲这个 特别讲得早 像马祖福音 耶稣 暴露他的身份 是在以后的事情 约翰福音 从开始就强调这件事 还有我们注意的 约翰福音 这个字也很多 真 真假的真 很多 什么真理 我的见证是真的 差我来的父是真的 真门徒 这个真葡萄树 真理 很多的真 真自由 很多的真字 这很重要 真正拜父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实实在在就是阿们阿们 真真正正的 实实在在 对不对跟古时候 跟旧约时代的先知时代不同 从前救命 我们看旧约上 已经怎么说 约翰华如此说 那个圣灵感动那个人 他替神做出口 说约翰华如此说 今天这位耶稣 站在这个加利利海边 他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他就是 在加利利海边 传到的那个耶稣 就是神 说话那位 就是神 另外在这个 约翰华里面 很多的我事 知道吧 我事 很多的我事 这个 这个 希腊文 埃国埃米 就是神的名 这两个希腊字 我是 就是神的名 怎么讲呢 我们看出埃及记 第三章那里 波西 遇见神 看到神的时候 他说别人 你拆迁我去 这个埃及人问我 你的神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 有这个记载了 要我告诉他 是什么 我是自有拥有的 对不对 结果阿弥 这希腊文 就翻译那个字 那个字通常就是 英文叫做 Y-H-W-H 是吧 亚维 亚维就是神的名 亚维的意思 也就是 我就是我 自由拥有的意思 所以 耶稣说 我事的时候 表示 他是神 他就是那个 耶和华神 那么 这里边 一般的 这个 这个 中意的就是 我事 有七个我事 我现在都只有七个了 他们说是七个 七个好了 七个我事 生命的梁 世上 是 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羊的门 我是好牧人 我是复活 是生命 我事都是一样 还有许多其他的 那 像很多地方 他说 我就是 你这些个抓他的人 你是 你找谁 找拿三万 耶稣 他说 我就是 这写的原文都是一样 都是我事 人家包举起来以后 就知道 我是 是基督 基督 这两个字 中文里面有点点点 对吧 旁边有小点 没有这两个字 就知道 我是 这很厉害 我是就是神了 那么以上 我们简单的看一看 耶稣 行事说话 带着神的权柄 所以我们读上经 知道 这位是真神 一章十八节 那里有很重要的字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表明 表明 这个字很重要 一章十八节 表明 一章十八节 第一章的十八节 让他表明出来 这个表明 这个希腊字 表明 这个字很有意思 它是interpret的意思 是解释 解释出来 解释的意思 那么表明 还有 这个十八节里边的 十八节里边的 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这三个字 十八节 原文是独生神 所以 原文是独生神 不是独生子 那么独生神 他就是神 那么这个 这就讲明了 耶稣基督 把这个 道成肉身的耶稣 把独一的真神 表明出来 为什么要表明呢 因为人有寻求神的本能 但是人摸不到神 人摸不到神 我讲的神就是真神 摸到的是假神 或者是偶像 或者是魔鬼 人摸不到神的 找不到的 除非神 把他自己 启示出来 我们才能知道 所以 这个表明 就是神刺激 把他启示出来 表明有很多 很多方面 启示他 天地万物 受造之物 不信神的也知道 一看这个 就知道有一位 创造主 是吧 人自己的良心 哲学家康德 他说 我们仰观星斗 俯视自己的良心 就知道有神 你看自己的心 有是非之心 这不奇怪吗 你做错了 你自己会受责备了 这就是证明是有神 这个都是 还不算 到了后来 神奸权了 以色列人的时候 就用神的话 来启示他自己 就更加的清楚 借着先知 把神启示 这就是旧约上级 旧约上级 主耶稣来了 新约上级了 主耶稣来了 这是神最高的 你是最后的启示 启示到此为止 我顺便讲到启示 如果今天还有人说 我离开上级以外 我又得到神的启示 要小心 你们知道不知道 韩国有一个赵雍基 谁知道有个赵雍基 他写的有四度空间 你有没有读过 他说他另外得到歧视了 他说他这个歧视 不是Logos 是维码 拿这个字眼 来故意做文章 但其实你 你细看他里边的时候 就是一端 要小心 这本圣经 启示完聊了 到了启示里最后 就告诉你了 加一个字 少一个字都不可以 我们信的就是这些 神所要让我们知道的东西 通通在这里边了 不是说都有了 是需要我们知道的 都在这里了 所以耶稣就是神最高的启示 也是最后的启示 为什么 他自己来了 神成了肉身来了 最高的启示 最后的启示 所以神变成了 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 我记得还在大学时代 我一向没有反对过有神 从来没反对过有神 我现在知道一定是有位神 但是我没有办法认识 到佛教里尊了 哲学里尊 找不到这个神 所以我就给他起个名字 你知道这个 基本的代数里边 位置像就是X 我给他起名叫做大X 因为他很大 他总没办法知道 我在我都读到这个 后来读圣经读到一章十八阶 是不是好了 不必打X了 清楚了 表明了 是吧 又有真又活的神 反正这位神 现在你可以跟他说话 可以知道他的思想 品格 所以呢 你看 这个 这个耶稣 刚收两个门徒的时候 最初是不是 收两个门徒的时候 三个也许 也许连彼得加起来 他说什么 你们来看 有没有 神是能看的呀 那个拿盏叶在树底下 耶稣看见他 他来的时候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那 在这之前呢 他不信 腓力告诉他 你来看 所以今天的耶稣 盼望大家都来看 你看新约上经理 一再讲的认识我 认识我 别的经了 什么佛教的 其他的我懂得佛教了 没有这回事 这些家也没有说 你要认识我 没有 只是给你一个道理 我们现在认为耶稣 他要认识认识 认识你动意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 这就是永生 你没有这个认识 就不是永生 认识很重要 因为今天神已经显明了 没有人说 我看不见神的了 所以说 这是表明了 表明了 那下面就简单的说一说 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工作 十九章那里 到了最后了 大家不必翻了 那么比拉多三次神问他 神不出神不出神不来啊 没有罪啊 但是犹太人喊得厉害啊 原来吓唬这个比比拉多了 比拉多就是 把他交给犹太人 定十字架 十九章有一句节 我读的时候就是永远 觉得那里很不同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我也不想到为什么 读到这句话 特别的感触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 他的救赎的中心 救赎的最高 最巅峰也可以说是 就是十字架 也有别的 所以保罗说 我们不穿别的 就穿耶稣基督 跟他定十字架 没有别的 基督的死 基督的复活 就是这些事 很简单 十字架的意思 第一个 神是高扬 一章二十九节 看一章二十九节 是吧 约翰说 神的高扬 背负或者是除掉 世人罪孽的 神的高扬 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神 神的高扬 耶稣来是做高扬的 他成了全世界 世人罪孽 不是背负 以色列人的罪孽的 不是 背负世人的罪孽 主义跟你我有关系 背负世人罪孽的 全世界的救主 所以他是 他是高扬 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 十字架就是代替 对不对 各位 替我们死 我们这些罪人 才能够不下地狱 我常做一个比喻 我说耶稣就是避雷针 你盖房子 有没有避雷针呢 不然的话 你房子要烧坏 耶稣替你顶了 我们是该死的 代替 神的高扬 代替我们 第二个 十字架上显明 神是爱 你单单看这个 宇宙万象 跟人生所经历的各样事情 有时候你说 神怎么是爱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有人串他信耶稣 他说耶稣要是爱 我怎么会叫我遇到这种事 我从前也是这样想 我怎么能生为总统的儿子 爱我 神是爱 从十字架上看到 十字架上证明 神不是暴君 我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神不是暴君 不是作为作福的神 不是那个邪神 邪教的神可厉害了 你进到佛教的 他们那个拜偶像人 那个庙里去 晕生生的 好怕人 可怕 我们的神不是 他不是暴君 不但不是 他爱人爱到一个地步 他自己来了 神长了肉身 他自己批受肉身来了 为什么 他来跟我们这些罪人来认同 跟我们这些受苦的人来认同 你受什么苦 耶稣要尝一尝 我受什么苦 要尝一尝 我有罪 会遇到试探 人如何的软弱 他也经历一下 他也受试探 只是没有犯罪 他来跟我们认同 有一个字 compassion 对不对 英文常用的 就是翻作怜悯 或者是 这类的字 对不对 compassion 拉丁字的分开的话 就是什么 com就是同 passion是什么 情 对不对 情 这个字的希腊文是sympathy 完全一样的 sign就是com passion 今天病理学叫什么 Pathetic 同病 耶稣基督来 神来到这个世界 跟我们同痛 就是同痛 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现在的世界上 经过什么样的痛苦 他在实际上 都替我们经历过 所以神 是自我牺牲的神 不是暴君 第三十字架 实际上 对撒旦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新约圣经里面 把撒旦 歧视的很清楚 这也没有 胡理胡同 把新约圣经 把撒旦 歧视的非常清楚 特别是在 约翰福音书里面 其他的 世上的书 没有一本歧视 那么清楚的 各国的人都信有鬼 个人说个人的说法 中国人信是 你长头发的女人了 又或者怎么样了 不知道 他们根本不知道 没有读耶稣基督 也为了新约圣经 耶稣敢这样的揭露 撒旦的真面目 各位注意 你反对撒旦的时候 你自己要注意 不是小事 我们 不是小事 属灵的事情 是非常 非常厉害的事情 所以实际上 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把撒旦的权势 给他除掉 撒旦是谁 是罪的元凶 罪从哪里来的 背后的这个 就是他 撒旦是谁 是世界的王 现在这个 这种糊里糊涂的生活 每个人的重担 都那么重 压力这么大 这个世界 谁敢管呢 那个mastermind 背后是撒旦 所以耶稣基督来的目的 约翰一书三章 那里讲到 神的儿子显现 要除灭撒旦的工作 撒旦要治 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被撒旦压制 现在主耶稣来了 把我们撒旦的权势 给他除掉 我们才能恢复自由 才能够信主 赎主耶稣 是吧 那么所以 所以这样子 这样子 那么耶稣就能够把世上一切的罪人 罪人在 在这个 约翰福音里叫做罪奴啊 罪奴啊 罪的奴隶 八章那里不是讲吗 反犯罪都是罪的奴隶 不然而言之 罪是一个主人 是一个捆索我们的 耶稣来要救我们 怎么救呢 先要把那个锁链打掉 锁链就是撒旦 就是罪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新约圣经里告诉我们 耶稣的救恩的性质 你看看 旧约时代的救恩是什么 就是Exodus 出埃及 出埃及记都在哪 根本都在哪 出埃及 就有这个民族脱离埃及 政治上的压制 对不对 所以耶稣为什么被杀呢 他来的时候 犹太人还是这么看到 希望他再做一个 再表演一次 不是的 救恩的性质 不是对一个民族的 也不是政治上的解放 而是人心灵上的解放 也不是给我们世界的好处 我们信耶稣 也不会得什么世界的好处 神没有应许给我们 而是我们心灵的得到自由 脱离罪的权势 也不受撒旦的挟制 就是灵魂的救恩 等一下 我再说一说这个 这个 约翰福音里 强调的一件事 就是圣灵的工作 对不对 大家知道 圣灵的工作 别的福音 没有讲那么清楚 圣灵就是 三位一体的 第三位 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就是圣子 第三位圣灵 这三位一体 我们不讲 不讲这神学的东西 因为这个在十四章那里 主耶稣说过 他要走了 他在世上的工作做完了 他要回去了 跟他的门徒们保证 我要拆遣另外一位 宝会师 永远跟你们同在 所以这个圣灵 也就是保证师 他在地上 在耶稣基督 回到天上以后 他在地上 代表圣子 跟我们永远同在 我们今天说 要永生是什么呢 借着圣灵 我们说 耶稣住在我里面 根据什么呢 就是圣灵在我的里面 永远同在 所以这个工作 比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 还要大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在加利利 就不能在幽撒冷 圣灵今天 无论在哪里 无论是谁 全世界 那还有呢 圣灵 不只应许我们将来的永生 而且做我们奸商的好牧人 我们在世上活着不容易 越活越艰难 你不要害怕 越活越痛苦 你相信吗 不要害怕 都这样 最后一个考验就是死 我们的信心面临 许多的考验 所以需要一个好牧人 需要五十一万 很多信主 像他传福音他说不要 我们需要一个好牧人 做我们的避难所 做我们的磐石 那天唱那个歌 做我们的山寨 做我们的宝藏 做我们的力量 就是圣灵 圣灵的工作 第三一个 圣灵的工作 是把耶稣的所示 跟所做 都启示在 这个人的心里面 所示 what he is 所做 what he does 也就是他的这个人 他的工作 这些东西 启示在人心里 为什么要启示在人心里 我们刚看圣经 只有头脑的知识 就没有办法 成为我们个人的主 个人的神 像多玛那样子 我的主 我的神 唯独要靠圣灵的帮助 他感动我们 把圣灵里面所记得 关于耶稣的事 耶稣的生死 复活升天 以后再来 这些事情 启示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才能够明白 那么 那么这个 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启示 都是根据圣经的 圣灵的启示 不会不根据圣灵 不会不根据圣经 圣经跟圣灵 是不能分的 圣灵 根据圣经 圣经 需要圣灵的启示 我们才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读经 需要两件事 第一个 一叫读 不读就没有 不就不知道是什么 主说什么 第二个 不但读 还要求圣灵帮助 启示在我们心里 圣灵还有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常出现的 在约翰福音里 也就说合一 有没有 合一 我跟主 今天我们信耶稣的王 跟主 生命合一 我们彼此信徒 不限于这里 那个是外国的 我们不认识的地方 那个基督徒 我们都是在主里合一 真教会 神的真教会 就是这么合一 怎么合一 见面都没见过 在灵里 圣灵里合一 我们同备一个圣灵 所进过 所习过 你受进 那个圣灵 我受进 受习 这个圣灵 并未上灵 所以这个合一 信徒与信徒之间 教会的合一 信徒跟主的合一 生命的合一 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合一 不是天主教 所讲的那个合一 天主教的 ecumenical movement 那个东西 讲的是形式上的联合 天主教 基督教 什么道教 还有什么 乱七八糟的那些教 我们都来吧 我们信的是一位神 大家都来合一 不是 我们基督徒 只跟真理合一 别的我们不合一 那天主教那是假的 那第五点 圣灵来了 在神的旧书历史上 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New era 在一章十四节那里讲 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这个新的时代 就是恩典 真理的时代 律法已经过去了 律法只是 旧约的律法 只是一个影子 Shadow 真体已经来了 所以那里就废去了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 人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 跟以前不同了 新的时代的特点 人跟神的关系是属灵的 第一个 属灵的 那个跟撒玛利亚夫人不是讲过吗 真正拜佛的 就要用灵 心灵诚实 来拜他 诚实这个字 原人的意思就是真实 中文反作真理 好像不太对 不是不对 中文好像真实比较接近 用人的真对神的真 人的灵对神的灵 直接的敬拜 属灵的敬拜 第二个 一切人跟神的关系 从此以后 进入一个内 里面的关系 internal 里面的关系 什么叫里面的关系呢 现在我们在敬拜 不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去了 甚至于也不要到礼拜堂去 我们在这里就敬拜 有一个人在家里 我让人家就敬拜 随时随地 因为敬拜是里面的事情 不是说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 什么仪式 不是没有的 所以 神看中我们的新约时代的敬拜 不是给别人看见的 不是被别人看见的 乃是人所不见的 他注重我们 不是在礼拜堂里如何 我回家去怎么样 有一个人呢 讲 很能讲到 在台上啊 讲的天花烂坠 下面人都是被他感动 讲完了下来了 他太太上去了 太太指他说 你要是在家里边啊 这样就好了 他讲的都没有做出来 我常常看到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夫妻们 在教会里很喜乐呀 回家 还没回家 一上车俩人就吵起来了 新约上经不注重我们的形式 不是说你在那坐着 也会挣钱的样子 不是 旧约圣经 都是那些 你看吧 都是出出外表的 是吧 那么 你看这位撒玛利亚夫人 耶稣把他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他底下不伦不类的 讲的接下来 你记得吧 他说我们敬拜啊 我们祖宗是在这个山上敬拜啊 你们呢 都说在耶路撒冷 这好像上下连不住 其实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 真的呀 我常常到这个基地心山上来敬拜啊 耶稣说没用 你这样敬拜 你生命不能改变 没有用 你敬拜是属灵的事 你直接跟神的关系 是不是 所以 因此啊 今天呢 神看重我们个人 看重我们的琐事 过于 看重我们的工作 我们每个人都释放这个工作 有的是默默无闻的 有的是很显赫的 那不 神也不管那个 也不管大小 看重我们的琐事 你这个人呢 跟神的关系究竟如何 这个是今天新月时代 所重要的 所以我们先有生命 后有失奉 没有生命 你的失奉是突然的 那以上 我是 讲到这个 第一个大题目 就是耶稣是谁 那结论就是 耶稣是神了 是道称肉身 耶稣是道称肉身的 耶稣 第二个问题 如何得永生 我想这里时间 我就是简单的讲几个好了 约翰福音里有一些 关键的字 Teword 关键的字 一个信 常常讲吧 一个生命 是不是常常讲啊 这本书里 永生 还有重生 还有什么 爱 还有什么 住 就是常在 15章的意思 你们常在我里面 对不对 中文说 我常在你们里面 常在那个字 原文就是住 住在里 住这个字 一书翻作住 中文翻的不同 很奇怪 一个动词 那么 住 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 我们知道住一个 结果字 有没有 是无障讲的 葡萄树 跟只子的比 所以 这里边 我想 讲一点要点 就是说 那么 同一个是这个信 信正字 Pistor 这个动词 它没用过名词 都用动词 弄过九十次 讲信 能不能讲信 缘分 又注重这个信字 你人上天堂 不是靠自己 修身养信 积德行善 或者是热心服侍神 或者是做什么功德 上天堂不在这 明亮天堂 就是要信 为什么信 因为那些东西 你都 只守住律法 你自己 爬不到神的标准 凡是我们 做人 没有一个够资格 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神面前 勾上天堂 我们穿佛因寿 常常碰到 那个朋友们这么讲 他说我不能信 他是基督徒 我比他还强一点 所以我不信 他不懂这个道理 不懂这个道理 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我们现在不必细讲 大家都知道 要讲重生了 要讲重生了 只有这本书里讲重生了 还有保罗的书写里 讲重生了 重生 得到生命了 就是重生 重生 什么意思 就是换一个生命 谢耶稣不是先救伯伯 我以前这个人 品德不太好 抽烟呢 现在不抽了 我以前还喝酒了 喝得好凶 现在不喝了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以前发笔记 现在误发了 还不在乎这个 那是你得着 那个新的生命 重生 所以我们谢耶稣 不是修修补补 强坏了 磨一点水泥在上 哪一天还是照倒不悟 大水来了 你冲到了 不是学习工夫 是砍掉 重新来一个 这叫做重生 重生 是吧 那么 下半还有一个字就是 爱 爱这个字 就是有生命的记号 就是爱 我感觉 约翰福音书 在书里边 十三章到十七章 还有二十一章 这几是他特别的贡献 老约翰特别的贡献 每一读这几章 你读这几章说 我就没有办法停下来 一直这样读的话 你看看 看到我们主耶稣是何等的爱 能跟门徒离别的时候 他的心 约翰福音是把神的心 构化出来的 不是耶稣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是他的心 他是那样的爱 我们呢 有了生命的人 照样也会爱 就是爱神 所以我们的诫命 也只有一个字 新约时代 没有诺百一十三条 没有的 新约时代 有没有诫命啊 基督的律法 有没有基督的律法啊 一个字 一个字的律法 就是爱 如果你爱神 爱人都够了 都完了 包括在内容 有些人 我们喜欢 我们爱他呀 反正我的命令 就遵守的 就是爱我的 这是我们拥有的反应 所以 我个人觉得 你认识主是爱 认识主是爱 这点很重要 更重要的 如果你能爱主 更重要 当信心临到试验的时候 这件事情关用 你说 相信 确实的相信 神是爱 那么 这个 枝子葡萄树 这个比喻 大家明白 不必 不必细说 那结果也很简单 最后是结果 因为 基督徒啊 我们心来心去 如果活不出 那个生命来 都是 职上贪兵 信的都是 指使 我们必须活出 那个生命来 得到出生了 要活出 就是结果子 结果子也证明是 真的门徒 也是如要神 底下 我要讲两个字 就结束了 我要说一说 不信这个字 这里有没有 不信这个字 有没有 很多 很多 你的神 你告诉我们 我说了 你也不信 耶稣不是说我 你们不信 我因为不认识 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 好多人不信 你要注意到 从第五章开始 耶稣 就跟这法利赛人 站在这个 confrontation的 这种 这种 情况之内 冲突越来越大 耶稣不是责备这些人 责备来 责备去 就是不信 就是不信 不信 什么意思 就是不选择嘛 以前的人 耶稣来以前 只有一条死路 人只有一条死路 真人说 十四章十二节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之中成为死亡之路 确实这些人都是这样 有罪的人都是这样 耶稣来了两条路 那你没有选这条路 那你在哪一条路上 还是要来这条路上 留在这条路上 留在罪的路上 死的路上 黑暗的路上 将来一定有什么呢 一定是审判 所以三章十六节 你看 你不要看了 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叫他做永生不灭亡 后来接着就讲了 信子里有永生 不信的 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慕 藏在他身上 神不是爱吗 怎么会有震怒 我告诉各位 没有地理就没有福音 所以这里就表明 耶稣是爱 耶稣是爱 所以他做羔羊 替我们代替我们 但耶稣也是光 也是真理 所以他是将来审判 我们的主 那最后本书的目的 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二十章最后那一节 二十章 二十章的三十一节 我淡积这些事 十六叫你们 信 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基督 并且因为信了他 就因他的名 得生命 所以两个问题 你看 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信 那耶稣是谁 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 如何得永生 要信 还有几分钟 那我就最后才讲到信 最后讲到信 我们都知道 得永生是凭着信 对不对 不是凭着别的 怎样信呢 我个人的定义 大家看着我们讨论 我个人的定义怎么信 信 就是信 耶稣的信实 耶稣的信实 我信 耶稣的信实 我信 耶稣是真的 我信 新约圣经记得 耶稣是真的 我信 耶稣 他所说的是真的 他说他是神 我认为他是真的 他不是撒谎的 不是撒谎者 就是信这个 所以这个信 我特别强调 不是通过理性的 我记得我们前两天 在这讨论过一点点 这个问题 让他不信的人 能够明白 可以啊 明白可以 圣经的道理 神学 拿出来给他们解释 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让他信 没有办法 不是通过理性的 见 就是超自然 supernatural 见 就是神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圣灵来了 一切 圣灵时代 一切都是他的工作 圣灵来了 叫那不信的人 自己责为自己 圣灵来了 叫那不信的人 感动他们 自己责为自己了 就能够信 你感动基督徒 看了圣经了 就明白 耶稣是谁 都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做的是基督徒了 圣灵要长进 还是靠圣灵 不是我们自己能长进 那呢 所以 这个 所以耶稣说什么呀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就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一个也不丢其 若非我父吸引人 没有一个到我这里来的 就是这个道理 要父吸引 要圣灵工作 神做工 他才能信 耶稣也是这么说 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信 那么 所以耶稣 是神所 是人所不能解释 耶稣是人 道成肉身 我请你给我解释解释 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了 你信不信 你说这个 讲不通 是不是 我们就凭信 不是讲通 到现在我也不通 这是凭信 不能解释 那么 现在有很多 不信神的神学家 你们相信吗 有没有不信神的神学家 有名的神学家 Rudolf Burtman 什么Paul Tillich 这些人代表 那个不信神的神学家 他们说什么 他说这种新约上经 是一个mythology 就是神话 神话 好像一个窗帘一样 新约上经 一个神话 过在这里 我们一般的人 看不进去 不能明白 所以新约上经 要拆毁这些神话 要把它翻译成 每人能懂的话 他们举例说 比如说通人生子 比如说耶稣复活 比如说耶稣生天 终于此类 哎呀 就他们这么一说 我们还信神吗 你说我们基督徒 还信神吗 这几个都要拆毁 都要变成人能了解的 用科学的方法 生物学 来说明图里生子 我说没这个必要 我曾经在一个聚会上 有一个人拿生物学来 给我解释 我还不必了 神大于这个生物学 我们不是根据生物学才信 而是根据耶稣 所以要小心 那么现在我们看书 这个是要注意的 不信的 我们要注意 我们是耶稣 不是人所能解释的 你看那个以赛亚书就知道 我们不要翻了 以赛亚九章 神的解释 有一个婴儿被我们所生 有一个子赐给我们 是不是 这个婴儿这个子 名字叫什么 奇妙 奇妙 人不能懂得 你看在那几句圣经里怎么样 婴儿是个人 他又是神 婴儿啊 这个人 他又是君王 人呢又是神 父我又是子 你去仔细看一看 都矛盾 都不能解释 耶稣基督就是不能解释 感谢主 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夫人讲道的时候 不是 跟着了一个地母 讲重生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我讲这个你听不懂 风随着意思吹 你知道风有风 你不知道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他说从灵生的 也是如此 夏文这个风这个字 还刚好跟灵这个字是一个字 耶稣这个比喻很巧妙 受灵的事 人不能懂的 感谢主 主我们感谢赞美 我们在你面前承认 我们不但是小心的 我们也根本没有信心 若不是靠着主的怜悯 你在天上现在为我们祈求 我们早就失了信心 不是人从能明白的 那是主你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做的 你同样在你面前 献上感谢 你保守我们个人全面的道路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各位有什么要讨论的 我刚才